2021年每日灵修 5月23日 祷告与牺牲 经文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哥罗西书二章 第一节 当我们在做一件艰巨的工作时 总会思虑计划周全 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同样的 基督徒若看重祷告 就当全心全意在祷告的功课上下功夫 祷告需要摆上时间 牺牲自己的享乐叔父 强有力祷告的秘诀就是牺牲 耶稣这位伟大的带导者 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上帝定义将耶稣献为赎罪计 他将要看到他受死的功效 因为耶稣将他的灵魂置于死地 所以他可以败坏那长死权的 在克西玛尼远耶稣忧伤痛心的祷告 汗如血跌流下 祷告真是一种牺牲于百上 大卫曾说 但愿我的祷告如同清香的祭 早晚都向上帝献上 祷告如同献祭 我们的祈祷唯有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基础上 才有价值 因为耶稣曾舍弃神的身份地位 谦卑地向上帝俯俯祷告 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们这些属上帝的也当如此 将一切献上为了他的国度与服事 在威尔斯有个虔诚的矿工 他的亲戚病得很重 医生吩咐他往乡间养病 这信徒没时磨钱 他就将仅有的一些钱 有十分之以自己花用 其余的为他亲戚租了个舒适的地方照顾他 并且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 直到他确信上帝必要医治他 果然一个月后 这个亲戚竟然康复 有了这次的经历 这矿工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付代价的祷告力量 其功效是何等大 现在我们明白 为何我们的祷告缺乏能力 因为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功课上太过轻忽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安静的时间太少 我们尝试勉为其难地来到上帝面前 然而 耶稣却不是这样 他将命都舍得作为赎罪祭 我们若有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且让圣灵掌管我们全人 我们就可像耶稣一样 做一个忠心的代祷者 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 且带出大有功效的能力 票圈视频 ogn dr 봤 MAG 1 That 4 15 2 2